今天川普与金正恩签署四点联合声明文件 表示美朝将努力建立新两国关系 共同打造朝鲜半岛上的稳定和平机制 重申两韩峰会签署的版门店宣言 朝鲜也承诺会未完全无核化努力 美国与朝鲜将致力于巡回战俘一体 包含将已经辨别身份者送回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午在首相官邸表示 他对川普透过领导力与努力实现美朝峰会表达敬意 今天的峰会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意愿 并以文字方式留下 有助于解决围绕朝鲜的各种问题 安倍并感谢川普在会谈当中 谈及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朝鲜绑架日本公民问题 并将日本的想法确实转达给朝鲜 安倍表示他希望能够尽快与川普热线 进一步了解会谈的情形 而今后日本政府也会致力于解决朝鲜 和与弹道飞弹绑架等问题 将为美日韩甚至中国俄罗斯 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确实合作 尽一份力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签竹整理报道